離開時是否不緊張? 不是我選擇的 是公司和我續約 你是說真的嗎? 他怎樣不同的條件? 我不知道 其實當時是 條件各方面 你是何時離開的? 我沒有想過離開TV 你上去做製作 我看到你現在抖音有 我剛才說有100萬 9、6、7 其實現在的收入 是不是真的多於香港很多? 做藝人希望大紅大紫 但如果長做長友都不錯 名字裡面如果有長青 做了長青樹果 又會有什麼福氣呢? 今天和他聊天 我們以前叫他做麥長青 現在叫他麥包 麥包哥哥你好 現在很多人叫我做梁非凡 做梁非凡? 人家不知我姓麥 叫我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我開頭我也不習慣 心入民心 我很記得 當時 劉醒叫你梁非凡吃屎 抖屎 因為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鏡頭 這一場戲 令到現在 內地年輕的朋友認識了我 但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姓麥 看到我叫梁先生 非凡哥 我開頭不習慣 剛剛兩年多前回來的時候 是不習慣的 去到餐廳 梁老師吃什麼 什麼梁老師 他說你不是梁老師嗎? 我不是姓梁 他說你不是梁非凡老師嗎? 他們已經把我的名字變成我的名字 但是我現在已經接受了 很開心的 了解一下麥長青 其實剛才你說 現在叫他做梁非凡 其實不同年代 或者不同年紀的人 對麥長青有不同的印象 當然如果我們八九十年成長的小朋友 就是麥包哥哥 後來就 老沙也有人叫他 是的 老沙 然後又是梁非凡 但是再早期一點的話 其實在八七年 你們參加《超級新星》出場 沒錯 我們先嘗試了解一下你 其實當日《超級新星》 我記得是你四號 沒錯 三號是邵仲恆 二號是林文龍 七號是彭文堅 一號是楊小楊 不是數這些 我想說當日的你入行 我相信也是想入行的 但是你看到同期出道的 譬如林文龍 是 邵仲恆 彭文堅很快做主角 是 但是你呢 文龍也等了時間 是因為邵仲恆是最快的 彭文堅、邵仲恆是最快的 彭文堅一定指定了 是輸劍 贏了的兩個就是輸劍 梁佩玲 你那時候有沒有一點點覺得 那時候的人 現在後期說你那時候像林峰 那時候你也肯定覺得自己不是太醜 你才會參加 你有沒有覺得 那時候人們已經說和邵仲恆很像樣 是 是 三號、四號 邵仲恆就立即做大都會男主 大馬、大馬、大馬和西馬 當時其實有沒有一點點酸流流 沒有 一點都沒有 其實邵仲恆那時候已經說了 我和你同樣 兩個只紅一個 後來紅了 那行了,你紅了之後我不會紅 當時已經這樣說 是啊 不是,大家朋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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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任何什麼 是 我上次訪問也跟她說 我厲害了 中了 我紅美有你 你走了我才有機會 是不是 她就會說 是啊 不是 我想說 你回來這樣算是怎樣 現在 她 我真的不介意說出來 她經常都說 那時候我什麼時候 誰都沒有什麼 她不是說話 但是又不可以這麼說話 她平常說笑說這些 不是 說笑就可以說 因為真的 沒有人知道這條路不走 這行是很有趣的 那我想問 其實你在TVB 當然是閃閃閃幾個很重要的年代 對你來說 但是其實都做了這麼多 沙爭 每一個都有高峰高峰 或者有人注目 但是最後就選擇離開 其實有沒有覺得 就是離開的時候 有沒有不夠深? 不是我選擇的 是公司和我續約 你說真的嗎? 她怎樣不同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 其實那時候是 或者條件各方面 大家講過的想法 你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我是沒有想過離開TV 是 是不是16 我忘記了 但是後來是因為很多因素 其實當時是有一點點 就是 挺尷尬的位置 今天照說 尷尬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拍了一套 707 707這個號碼 是一個股票號碼 就是當時阿士的股票號碼 後來他們沒有了牌 葉家寶先生就開了一套網劇 找了我 因為網劇其實我們可以拍的 因為阿士也沒有了牌 那時候還會分開網劇和電視劇的分別 所以我們的約是沒有寫到網劇這件事 所以網劇公司是給我拍的 誰知道 很壞不壞 因為我們拍的時候 又跟電視台有關 他租了阿士的廠 即是那個公司來拍 在那裡開這個記招 然後呢 某報紙就寫著 無線不讓麥包做主角 阿士開戲給他擔正 這刻就真的尷尬了 就是尷尬了 你都明白公司的立場 就是這樣我們很尷尬 你是沒有委約 不過是尷尬 是尷尬 後來大家完約後就先停一停 有沒有遺憾呢 其實說真的 你剛剛回去做嘉賓 請一日假去旅行 有沒有遺憾呢 其實對你現在演藝 你做綜藝很多 你現在都 無時回來都會做綜藝 其實我從來沒有把這些放在前面 因為我經常說 用一句說話鼓勵自己 彩虹因七色而美麗 人生因高低起跌而精彩 我只是需要我精彩人生 過程我不需要管 你最低潮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最低潮 就是在演藝圈 最低潮最失意 不如退出 有沒有這段時間出現過 有的 其實剛才你問我 為何會萌生離開公司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報紙全埋了 因為我太太 誤墮這個騙局 我們被人騙了很多錢 電話單 其實我也是受害者 但是因為 有其中的受害者覺得我是其中的老千 一直去騷擾我 搞到事要上法庭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其實是 即是面對一些人的說 其實我沒事 不過我要顧問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不是這行的人 這樣 公司又沒事做 停了 九個月十個月的事 那段時間 完全沒有公開 我很尷尬的原因是 因為你回到公司 那 熟悉的大家知道什麼事 有些 熟悉不熟悉之間 導演會避你眼光 我是很怕這一種 因為那時候很大件事 又貼了街招 又搞無私 又去TV追訴 是的 我也記得 又去搞我一些代言公司 找一些人 那你追究不到他 後來上到法庭 都說 就算我叫公司來證明 你指證不到誰做 所以我律師說 你控告他 不能 因為對方太厲害 他也要繞圈來做一些事情 不留痕跡 就算我控告那個人 也是一樣 因為他說 他這些所有事情 是他第一個律師教他的 他第一個律師行教他的 現在已經換到第四間律師行 我要控告他 我要控告律師律師行 控告律師教他的 控告他 我再控告他 這些是一些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一把刀在什麼人手上 就造成什麼 那段時間是令到你很 不是失意那麼簡單 令到我太太很緊張 因為 那些人打電話是騷擾 因為 我有報道說過 因為我有時候睡覺 我拖著太太一手睡覺 但是他會晚上紮醒 現在也會 因為他紮醒 我自己的心很痛 我為何 我保護不了太太 令到太太受這個傷害 我剛才看到同事 那些同事會迴避你眼光 就是 怕你問他有沒有公開 而他沒有能力讓你做事 我覺得是這兩件事 所以那些人會避開我 就是好像 好像你有傳染病 有瘟疫 對 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那段時間 我曾經跟駱水提出 我可不可以提早解藥 我不想去做 那你不要 我不是因為我真的 很不喜歡看到這些 我從來沒有試過 我不想回TVB 但有時候 我覺得很諷刺 那時候他叫你不要解藥 那轉頭 過了一段時間 沒有跟你做 那件事是很尷尬的 我明白公司很尷尬的立場 沒辦法 大家休息也對 我真的不夠避開我日常 你當我自己大小 我喜歡車 我喜歡賣車 我喜歡大哥大 那你要避開你自己的生活 你要找辦法想錢 那時候有些朋友開店 其實很早期 我們開精品店 我都投資下去 那時候叫朋友做 同學做 我就一起做 都做了好幾年 其實 你有做了商場的 那些 那些是另一些 那些是我出了我的技術 真的投資 起碼你有做很多商場的 是的 酒吧 我也做了幾年 那時候不要聽 如果不行 你會做了幾年 其實你做生意 是賺多還是虧多的 嚴格賺多 不是我怎麼生存 你買樓 對不起我買樓 到現在沒虧過 你會不會因為這些 曾經發生過的風波 不做了 生意 又不是 你現在有沒有做生意 我現在 自己做製作 做製作 其實我覺得做演員 你也要了解很多事情 尤其是 當我慢慢長大 慢慢成長 我想我演戲的時候 我是希望 譬如我做廚師 如果你騙觀眾 可以騙 我拿過鑊鏟 穿一尺書 但我沒有 我就是廚師 但我怎樣去演戲的時候 我令廚師都覺得 阿包 你真的懂得煮食 你是不是學過的 我是想有這個 我要做到這樣 你現在的重點 是否回到內地 就是大灣區 你想去做製作 我看到你現在 抖音有 我剛才說一百萬 九十七萬多 九十六七 很謙 現在你把重點放在內地 製作 KOL 那些 我反而想問 我很現實 我問 其實現在的收入 是不是真的 比香港多 很多 不要說很多 不要說實數 從我最好景的時候 又不會差很遠 可能是兩倍 兩倍 最好景 現在是最好景的兩倍 但如果是平均呢 如果是平均呢 就是很難說 因為現在 其實你現在這件事 我自己沒有養過伙計 我現在在養過伙計 現在多少個伙計 長工的有三個 partime的有五六個 那也是一個小組 你要跑人工給他們 是啊 你不吃你都跑給他們吃 所以其實要 因為上面的新媒體 做法是不同 因為你要自己 讀劇本 自己拍攝 製作 自己的商務 對應一些產品 如果你要直播 因為之前我有做直播 所以我要對應一些商品 比如我們的客戶 其實我有幾百個客戶 那些產品 那你 你的倉要大於這間房 因為你要擺放所有的產品 AXE我都有幾十支 洗頭水有幾十支 你的辦公室多大 我當時最大的 我現在沒有做直播 後來我將直播 跟另外的公司簽了 所以我縮小 我做直播的時候 我都兩千尺 我要小 因為我不需要大 是 現在直播 現在我們就 一千尺左右 大家都明白 香港有幾個電視台 有幾個電視台 還在拍劇 是 市場有幾大 市場有幾大 黑劇 演員 嚴格來說 香港的藝人 在這個城市 這個人口比例 是超過的 即是我們所稱的藝人 是不是 太多 是超過的 所以你那個 行業的職位 其實是不夠 掩蓋的 你始終要有些什麼 我都說了 我從小到大 我都不喜歡跟人爭 包括以前在舊公司 要爭一個工作 就行了 所以我決定 後來我自己在香港 也是 我情願自己變成Agent 我帶東西回公司 給同事做 是 你現在也是這樣 我接廣告 給TV播放 我是TV客人 我下客人 你現在做中介 我做中介 我以前都是TV 我自己下廣告 就下TV 最後問你 兒子大女大 現在兒子 女兒23 23 兒子20 20 到21 對 女兒就分享一下 他想再讀書 OK 你對他們有什麼期望 說真的 兒子剛剛上司家大戰 大家見過 高高大大 人們說他像女方 他那個女方 他有沒有不開心 或者開心 沒有沒有 其實他也沒什麼所謂 他沒什麼所謂 你偷笑 年紀還肯跟上去玩 踩你有味 有什麼期望 最重要是想你健康 還有開心 因為我經常說 你們讀書都比爸爸多 你們應該明白是 比爸爸更厲害 爸爸自己中午都還沒畢業 也沒什麼技指長 我說我之所以到今天是今天 你看到經過這麼高高低低 為什麼爸爸還可以站起來 其實我很多時候是因為 爸爸自己的讀人節物 是有些朋友的愛惜 即是當我低潮好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都會有朋友在身邊扶一把 我說 無論你讀多少書都好 你多厲害都好 人情世故 尊重人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以及懂得尊重別人 聽來聽教 有人說 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女兒23歲 你總不能夠阻止他任何時候 大家告訴你 拍拖和嫁 我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可以的 不會 最重要是看那個人親不親他 我想他可以嫁 他也應該會選對的 但你有沒有幻想過 沒有人敢肯定 你有沒有幻想過這些事情出現 沒有人敢肯定 又沒有說沒有 但是不多 其實沒有說沒有 譬如很簡單 我跟兒子都說 為何我男生要給壓力 就是 我娶你媽媽的時候 我承諾過你婆婆 我要把我最好的給她 這是我承諾 也是我自己對太太的承諾 我男生就是這樣 總之 在人家眼中未必是最好的生活 未必是最理想的事情 但是在我能力 我自己能夠做的 我給到最好的為止 進了絕大努力 那女兒呢 女兒 你又如何忠告她 選她有錢的 還是怎樣 不用的 其實有時候 雖然我經常跟她 有很多喵殺 她跟女兒有很多喵殺 因為她又想做這行 幫忙做事 我又要求她有她的見地 真的嗎 是從交 做到比哩馬難 但是 唯一對女生來說 我當爸爸的 你能夠做的就是 你去 用你疼愛她的手段 手段 用疼愛她的手段 就是 讓她知道你有多疼愛她 你最少要找一個 比我更加疼愛你的人 你比我更加疼愛你 就疼愛你 如果我都做不到的 慎一點 你看她 整個訪問過程中 一說到子女的部分 外表的聲線都不一樣 不要不要不要 今天謝謝麥包 我都希望麥包 每樣東西都順心順自 多謝 請你講一句 身體健康 你就說沒什麼所謂 我相信很多人都期望 你再拍多點戲 讓我們見到 多謝 我也期望 謝謝 謝謝 謝謝